I still got your number saved in my phone I only ever think of it when I'm alone I can't seem to read between your lines Do you wanna see me or just pass the ti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几亿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的视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近期的一个夏季穿搭 那因为我最近的夏季穿搭呢 都是在致力于在那种既日常又舒适 但是又有时髦度 有小心思这两大元素之间去寻找一个平衡感的状态 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日常像穿搭的一些搭配小心思 那我们就直接开今天视频吧 那首先第一套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穿上的时候它会比较有休闲度假风的一个感觉 那这一套它主要的亮点可能就在这上半身的这件上衣 那像这种黑白配色的上衣呢 我已经找了很久了 它的这个面料呢 做的是有点像针织衫的感觉 就上面有一点点抓毛感 但它的面料其实是有35%的一个亚麻在里面 所以穿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而且这件上衣它的一个配色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经典的一个配色嘛 就是黑配白 然后整个版型也很简单 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你买回来就可以穿很多很多年 然后你不会看腻的一种类型的设计 而且再加上呢 虽然它是有点带这种翻领衬衫的一个版型 但因为它整个材质很软 所以穿在我这种圆身体身上也是非常显瘦的 而且再加上因为它这种黑白的配色 它有这种边框的设计嘛 反而会显得身体特别的薄 那在下半身呢 我就搭配的也是Dunst他们的一条短裤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他们一整套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就直接把一整套的买回来了 它的下面的短裤的材质呢 也是加入了35%的一个亚麻的 所以它整套搭配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像那种中性感的男孩风 就像这种男孩风的话 穿在原身体上的时候 只要它的面料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就垂直感比较高的话 都是会显得我们的整个身体更薄 然后整个身体更轻盈 更有年轻感的 但又有中性感在里面 就不容易显得人臃肿的中性风吧 总而言之呢 这一套就属于你平时要出门 然后你可以不用动脑子 然后把它们套上身 然后再搭配一些配饰就会非常好看的一身 那我在这一套里面搭配的呢 就是这一双凉鞋 这双凉鞋真的是我近期的最爱 就是它集合了我对就是一双日常好走 然后穿的最多的凉鞋的所有要求 只要凉鞋是所有鞋子里面最容易打脚的 就以前我可能买了十双凉鞋吧 可能有八双都磨脚 然后磨了你整个脚上全是伤口 我现在已经不会为那样的凉鞋买单了 所以今年如果大家要看我的凉鞋合集分享的话 就如果要看的朋友可以在弹路里面打个lue 因为我最近在囤凉鞋 然后在拼命的找 就大家会发现如果今年给大家推荐凉鞋的话 肯定都是属于那种舒适度是第一步的 然后第二步呢再是它一定要好看嘛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筛选 所以说呢它可能数量会比较少 但是每一双肯定都是我寻找下来的一个精华 那这双凉鞋呢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叫ATP Atelier 然后这个牌子呢我是从去年就开始种草 然后想买的 但去年就因为夏天没有办法出门嘛 我就没有怎么买凉鞋 因为我不想把钱花在我不会穿的东西上面 然后今年呢就可以出门完了 我就去买了他们家的一双 这双真的太舒服太好走了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牌子的凉鞋 它们的皮特别的软 它应该是我现在就所有手头上的 就这种比较宽带的这种凉鞋上面 皮最软的一双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皮还要比外面的皮更软 就感觉像是那种小羊皮一样的 你穿上的时候一点那种卡脚 然后去磨脚的感觉都没有 就特别轻敷特别舒服 再加上它的这个带子又特别宽嘛 所以就更加不会磨脚了 就整双鞋子 它在你穿着的过程当中 它的瘦力面是完全足够的 另外呢就是这双鞋子 它的鞋底特别厚 而且也特别的软 就它这个鞋子这中间还加的鞋垫 就像是踩在那种海绵上一样 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双鞋子呢 它也符合我的视觉重量感的选择 反正我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嘛 就是我在选鞋子的时候 我是绝对绝对会看视觉重量感的 就有很多鞋子 它属于那种你穿在脚上 然后你低头去看 就单看那只脚步你拍照片 它是很好看 是很美 但是呢 你全身一看 它显得你头巨大 然后显得你腿巨短 就是会有这样的鞋子吧 如果有遇到过这种凉鞋的朋友呢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1 我相信我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前几年真的太流行 那种类型的凉鞋了 但对于我穿上来就是 单看脚真的超好看 但全身的话就显得头巨大 所以这双鞋一上升呢 就是会显得我的腿 然后我的脚踝特别的细 然后显得头肩比特别的平衡 好那接下来的第二套呢 是最令我激动的一套 然后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新的尝试 终于买到了我心心念念 好久的这种类型的单品了 也就是那种Sear Top 那就是这一件 是来自Maison Margella的 如果之前有看过视频的朋友 就知道我今年的夏天 一直都在找这种衣服嘛 我其实是在从看Maison Margella 他们家那个2021年的春夏 就他们这次不是拍了一个短片吗 不叫短片 有点像电影的那种视频 就把他们整个2021春夏 就他的筹备 然后整个想法 ideas怎么形成的都拍下来了 因为Maison Margella 他们家的主要设计师 是John Galliano嘛 那他其实当时的灵感呢 就是来自于那种 中世纪的一个雕像 就当时的那些衣服 就感觉有那种湿湿的感觉 然后一个薄纱蒙在人的身上 尤其是在脸上 都有那种包纱 这实在是太美太美了 然后他就想要 把那种类型的衣服 就那种质地那种感觉 做出来 结果他这一季就做出来了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一季 绝对绝对要入一件这个衣服 但前提就是呢 我要找到一件日常的 我可以穿出门的 因为他那个袖里面那一款呢 我其实也是有在店里面看到过的 就那件实在是有点 太过夸张了 就他整身就是一条连衣裙 还是个大红色连衣裙 然后整个裙子就包裹到下面 然后里面还有内衬的 就那种 他那个质地是完完全全做出来了 但是呢就穿不出去嘛 而且也贵 那件我好像在 Dover Street Market里面看到过的 好像卖2000美金左右吧 就实在是太贵了 然后买一件 我根本穿不出买的衣服 就没有必要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等 等他出这种 可以日常穿着的款式 就终于被我给等到了 因为像这一类的设计 就是你现在错过了 你今后就很难再买得到 因为这就是他这一季的一个灵感嘛 那下一次再出这种 你知道薄纱裹身的 那种衣服的系列的话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我就一定一定要买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一款 然后模特儿穿着的时候呢 它是穿在身上的嘛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剪裁 是什么样的 我只知道就是它有那个 裹身的一个感觉 结果买回来之后 更加的惊艳耶 因为它的整个剪裁 特别特别的有心思 就是要比你 又是有点像我跟大家 上一支视频分享的 一些米亚克他们那种 就是你一上身 你不知道它有心思的 只有你自己买的人 拿在手上 你才知道它的心思 就比如说这件衣服 你看它的整个剪裁 是属于那种 Circular Cutting 然后当时呢 John Galliano 在他们的那个 秀场的那个视频里面 也是有提到的 就他当时在跟他 可能他的打板师 在聊吧 就是他说 我们如果要做出 这样的质地的话 就可以用那个 Circular Cutting 就是这种圆形剪裁的感觉 你看这个圆形剪裁 它做出来的效果呢 就比如说 它的这个袖子这里 它是有一个圆弧的 所以说 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每个部位的皱� 它的一个线条是不同的 走向是不同的 那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的皱褶 才会有那个雕塑上面 所形成的那种 很天然很自然 然后很有仙气感的 那种韵味在 要不然就是会显得 特别的廉价 因为像这种薄纱的材质嘛 就是你稍不注意 就廉价了 而且它的这个身上部分呢 也是采用了不规则 然后有点带这种 圆形剪裁的设计 所以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的那个线条 也是这样有流动感的 这样裹过去的 就怎么说呢 会更加有韵律一点 而且呢 这件上衣 也有Maison Margiela 它们家就非常标志性的 这种空白的一个label 然后后面呢 也有这个白色的 四个针角 也是Maison Margiela 它们家的一个 标志性所在嘛 那这件衣服 我在搭配的时候呢 我在里面就直接是搭配了 我最新就找到的 一件这种白色的抹胸 如果说觉得就白色抹胸 有点太过性感的话 可以直接在里面 去搭配公子的背心 那这一套呢 我在里面搭配的牛仔裤呢 是来自这个 Musey Vintage 就它们家的牛仔裤 已经想要尝试很久了 我不是在准备 那个牛仔裤合集的视频嘛 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它买回来试试看 就算是帮大家测评一下 然后整体来说呢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当时在选款式的时候 我就选择的是这一条 就它是两个一刀切 然后一高一低的这个款式 算是Musey Vintage 它们家比较出名的一个款式了 就穿上身的时候 显得比例非常的好 主要的原因 在哪里 在哪里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是知道的 就如果是这种 破洞的牛仔裤的话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破洞 就它这个一刀切的位置 特别的高 就我在网上 也有看到 小个子的朋友 去穿他们家 这个一刀切的牛仔裤 也都是属于那种位置 特别高的 然后显得人的比例 特别的好 那我在搭配这一套的时候呢 因为想要平衡一下 就上半身 这种薄纱上衣 所带来的一些性感的感觉 因为我不希望 它整个风格走得 太过于偏向性感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一个风格 尤其像这种薄纱的材质 它很容易廉价嘛 就如果你搭配的 有那么一丢丢的跑 真的就会显得很廉价 所以最好呢 是把它往中性 或者裤感的方向拉一点 所以我在下半身 才搭配那种 破洞的牛仔裤 然后再搭配了 这一双BOTH的靴子 那我这一次搭配的 这款包呢 就是这个法棍包 因为我想要在裤感里面 加入一些复古 就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感觉嘛 就比纯纯的街头风 我觉得要更加有意思一点 也更加是我的风格 因为我平时就算去 搭配那种街头风的单品的话 我也不会完全就是往街头风走的 那这个包的品牌呢 是叫PACO 是一个国内的独立设计师的品牌 我当时收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惊艳 因为它整个细节的处理 都做得非常好 这个质感就是 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 就特别是你看它这个包 它是有这种弧线的感觉的嘛 它上面这种弧线的处理 处理的特别的精致 你可以是从它这些边角的地方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且搭配这种哑光的皮质 有一种低调的摩登感 最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觉得这款包 还能够帮助我刚刚的那一整套 显得我的整个比例更好 因为像这种细长型的法棍包嘛 就当它背在我们身体的侧面的时候 它是可以去帮助 打破我们身体侧面的一个宽度 然后一个线条的 对比下来呢 就会显得我们的整个 侧面的身体特别的薄 而且像这种细长的设计 也会显得比较轻盈 然后再加上它待的位置又很高嘛 它属于这种腋下包的一个高度 就会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 就不会说去压低我们的一个身高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包让我发现 像这种细长型的设计 真的特别特别的能装 我就之前不知道这种细长设计那么能装 因为你看它整个宽度变长了嘛 所以你在放东西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排列在里面 比如说钱包相机 然后补装粉饼啊 然后钥匙 就可以很好的排列 然后你想要拿的时候 就是会直接一下子就看到它在哪里 然后拿出来的 而且再加上这个包 给你设计了很多的内袋 比如说旁边有这种夹层 然后这边还有这种卡包 所以说我平时就被这个包出门的时候 我连那个钱包都不用带了 我就直接拿两张卡 然后插在旁边就行了 好那第三套想给大家分享的呢 主要是一些印花T恤的穿搭灵感 就如何把这种印花的T恤 就不要搭配的那么的休闲 那么的就是街头风 而是把它跟一些女性的元素搭配在一起 就想要跟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灵感 那今天这一套我搭配的T恤呢 主要是这一件 就它算是我近期真的穿了最多次数的印花T恤了 然后是来自Vincu的 那主要的点呢 就来自于他们家的面料 因为像是这种T恤的话 我觉得面料就是精髓所在的 因为它没有太多在剪裁上面可以去改变的 而你在夏天去穿T恤 要求的是什么嘛 那肯定就是要舒服 然后要透气啊 然后这个料子呢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满意的一个T恤料子了 就是属于厚度透度硬度滑度都合适的这种面料 就首先就它不会因为太厚 而显得人很黑 或者说显得人很胖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拍过 就是如何挑选那个白T恤的那种视频嘛 就有做那种白T的一个测评 就大家会发现如果料子太厚 然后它又不会有那种透度的话 穿在身上的时候就是超级显黑 然后显得人很胖 然后很壮的 但这个料子呢就很合适 再加上它的整个垂坠度是刚刚好的 所以穿上的时候呢也很显瘦 也不会说因为太透 然后太薄显得没有质感 就正正好一切都刚好的一个料子 而且像这件T恤 它属于那种oversize嘛 就比较宽宽松松的类型 像平时宽松的穿也OK 或者如果想要像我今天 就把它打结来穿的话 它这个料子也是完全可以打结的 而且你打了一整天的结 然后再把它解开 它这个料子也不会变形 而且呢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选印花T恤的非常重点的位置 就是它的印花的位置 一定不能够太低 如果它太低的话 就会显得你的身材比例不好 最好呢就是刚刚在你的胸部 以上的一点点的位置 也不要太高啊 如果太高的话会显得你脖子短 然后显得这里很局促 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正正好的 再加上它上面这个Vanque的标志 就它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有一点点的光泽 就这一点就还挺喜欢的 就有点街头的感觉进来 而且这一件呢 我是有一黑一白两个颜色的 就穿上的时候都特别的舒适 然后料子都是一样的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那这一套里面 我搭配的牛仔裤呢 也是我最新尝试的一种版型的牛仔裤 然后品牌呢是叫Retrofit 然后这个牌子是一个纽约的品牌 就它整体的风格都属于带有一种party感的 就90年代那种bling bling闪片的 就它们特别喜欢玩那个复古 然后有点叛逆 又有点party风 然后我就买了它们家的一条牛仔裤 那这条牛仔裤呢 是属于说是我觉得杂柔进了 那种纸醉金迷的感觉 进来一点点 但又不会特别的夸张 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亮片风的人嘛 那这条裤子的版型呢 我觉得特别适合 属于像我这种直筒型身材 就那种ash型身材 就我们的腰到臀那边 就变化不会太大的人 那这条裤子你穿上了之后 整个人的线条会起到一个优化的作用 而且呢还可以凸显 就你腿系的部分 因为它到腿这下面 这里是收紧的 是有这个弹力带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条裤子的话 不是特别的推荐给 离型身材的朋友 为什么呢 就虽然说它这个屁股这边 是你看有点点这种凸出来的嘛 然后前面也有皱褶 它是给了你 就可以去涵盖 那个臀部曲线的空间的 但因为它下面是收腿的 如果你是属于离型身材 然后又是属于大离型的话 你穿上的时候 就因为它这个收腿 会显得你的臀部更大 就除非你是想要你的臀部线条 看上去更大呀 那这条裤子肯定是 可以符合你的一个期待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女生 好像都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像卡戴山 他们那种特别大的 那种曲线的 那这条裤子呢 它就会显得你的线条特别大 就这里我跟大家提一下 那这一身呢 其实非常重点的一个位置 是在凉鞋的 就像我开头讲的嘛 就我希望它是属于这种休闲风 里面杂柔进一些女性感进来 因为我是希望 就是日常休闲风 但是呢 它又有时髦感 就如何把这种 日常休闲风的单品 搭配出时髦感的 那我在这里 就搭配的是一双 非常有女性感的凉鞋 是我最近买的一个 Reconend凉鞋 就它的整个鞋子 上面的鞋带 特别的细 然后就这样 一根是一根的 就你穿在脚上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视觉重量感 不会太轻 因为它的这个鞋带 虽然很细嘛 但它很多 所以它的整体 一多取胜 然后其次呢 就这双凉鞋 它脚面的宽度也不窄 就不是属于那种很窄的 我不喜欢那种 设计的很窄的那种凉鞋 就虽然说那种鞋子 很适合那种脚 很秀气的人 但我的脚就不秀气 再加上头大 所以就不能穿那种 那这双呢 就属于我能穿的 然后比较偏女性感的凉鞋 那在搭配整一套的时候呢 就能够把整身 就玩出一个混搭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套呢 是我在上一支的Vlog里面 然后当时去 看那个No Gucci Museum 就是野口泳博物馆的时候 就穿的一套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朋友 就问我这条连衣裙是哪一家的 就那一套我自己也特别的喜欢 而且穿上去也很舒服 然后就是这一条连衣裙 里面搭配的呢 就是刚刚第二套里面的 这个白色的抹胸 如果你想要纯黑的话 其实也可以搭配这种 黑色的抹胸的 就这两件抹胸呢 都是来自Free People的 然后这个黑色呢 它是你看 它有点那种竖条的螺纹的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 很有弹性的棉质 里面呢 也是像Free People 他们家大份的 这种贴身紧身的单品 都会有的 就是那种很糯 然后很软的一个材质 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 就这个面料所带给你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轻敷和柔软的 就如果你要去寻找 这种抹胸的话 就可以看看这两件 翻一件白一件黑 就属于那种衣橱必备的 一个款式 然后外面的这条连衣裙呢 是来自310MOOD 然后它的整个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那种和尚 就有点像唐僧 他穿那种袈裟的一个设计 它的线条有那个线条 就因为它的 这个肩带是有两种穿法的 因为它左边这边的肩带 是属于这种可拆卸的 就你自己去打结 选择你想要的一个长度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正常的吊带连衣裙来穿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感觉呢 就是像我刚刚那样 就把它系得比较紧一点 然后你在侧面呢 就是一个单肩带 这样来穿 就是会有那种袈裟的线条嘛 再搭配它下摆的这种 比较大阔形 然后比较有垂坠感的材质 我觉得整身穿上的时候 就是会有那种来自东方的 然后有一点佛性的气质出来 就非常适合穿去像逛博物馆呀 然后跟朋友去吃饭 就有一点点艺术气息出来 而且这条连衣裙呢 它整体的质感也是非常好的 就它的整个料子 是属于那种有轻微的 一点点的哑光的光泽在里面 而且又是双层的 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中 就是整体吧 如果你就算你身边的人是细看的话 都会觉得这条连衣裙 是很有质感的那种 因为我之前也有买过那种 质感不是很好的裙子 就穿上的时候真的 就不是很好看 可能上镜的话就还好 因为看不太出来材质嘛 但是如果你要去肉眼看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反正这一件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这一套 其实我里面还搭配了裤子 我为什么要搭配裤子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裙子搭裤子 它才有那种艺术氛围出来 就大家会发现 比如说像是印度的 他们那种传统服饰嘛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去印度玩的时候 就还看到过 就他们那种长衫 然后底下搭裤子 就是会有那种比较佛性 然后境遇的感觉出来 所以我在搭配这条裙子的时候 我就想要在里面搭配裤子 我就直接选择的是这一条 是Issey Miyake的 那个Please Please那一条裤子嘛 就露出一点 它这种皱褶 然后带有光泽感的质感起来 就虽然它是黑加黑 但是因为面料 有不同的一个碰撞 所以整身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发现在里面 去搭配一条这种九分的裤子 在穿上的时候 要比我单穿这条裙子 显得我的腿更细 因为它把我小腿肚子的内截 给遮住了 就只露出我脚踝 细的内力嘛 就反而会显得我的腿更细 那这一套里面 我搭配的包包呢 就是BV的这一款 迷你的云朵包 我买了很久了嘛 那我搭配它的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 它的这个肩带 和刚刚那条裙子的肩带 是可以相呼应的 就有一种自成一体的感觉 那在这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发现的 一个海淘的APP 叫实际 因为有很多的品牌呢 它在海外的价格 要比在国内专柜的价格 要便宜很多 有一些就一个包的话 可能就要便宜好几千块钱 那这个实际的APP呢 是我最近新发现的 那我觉得它最棒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于 它是和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合作的 也就是中检集团 那就是你在这个APP上 买的所有单品 都是要经过中检集团的认证的 然后认证的是 证品之后才会寄给你 而且它也全部都是属于 海外的专柜职游过来的 所以就是百分之百的 一个证品的保障 因为平时如果你想要海淘啊 或者说想要找代购的话 就比较怕的就是 它不是真的嘛 就算你觉得你自己省的钱 那你一不小心 买了一个假货回来 那不是亏了更多吗 而且这个APP上面 它的那个商品界面上 显示的价格 就是你自己的到手价格 就不会说再去额外的 加什么关税啊 它是全包的 所以说我觉得在买的时候 就不怎么需要你去动脑子 然后去怎么去计算 就整体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就会更加省心一些 那我去看了一下 就它所有的单品价格 都是普遍要比国内的专柜要便宜 起码是百分之三十的 就如果说是海外在打折的单品的话 就会便宜的更多 那比如说我就看到 是我的这款迷你的云朵包嘛 在它上面呢 就要比国内的专柜 直接就便宜了三千七百块钱 就还挺值得的 而且它上面呢 就基本上所有的大牌都有 就跟逛其他海外的电商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的这套呢 也是非常休闲和日常的一套 也是属于你一天出去玩 然后就算逛街啊 狂走路都非常舒服的 也不会有那种 很拘束你的一个情况的一套 那上面的上衣呢 是这一件 也是来自310MOOD 我觉得310MOOD 它们最近和国内的一个买手店 就S&D合作的这个系列 我都还挺喜欢的 就都是属于那种有设计感 但又非常日常 很耐看的款式 质感也很好 然后这一件上衣呢 它整体的设计风格 就我觉得是属于那种 有点像花包的类型的 像这种花包元素 是我在去年 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 就尝试过的 就我在ZARA买了 它们一条那个裙裤嘛 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抹胸 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 那像这种花包感呢 我觉得它除了是 它这个风格以外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去帮助你 藏住你不太喜欢 或者说你自己不太满意的 你身上的一些曲线 就比如说这一件呢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 完美的藏住你腰间 或者说你上半身的一些曲线的 就如果说你不是很满意的话 但是呢 它在上半身 又露出了你肩颈的这个骨架这边 因为它是有这个挖肩 然后是这种露肩的一个设计 就可以把肩膀这边 瘦的位置给露出来 然后再把腰间 如果你不太满意的一些 有肉肉的地方给藏住 就会显得整个人的线条 特别的好 那在下半身 我搭配的裤子呢 就Please Please Issey Miyake 这条黑色的裤子 反正是我觉得 我到了这儿春夏天 就自从我入手它 我属于就当家居服 还是出门穿 都是狂穿的一条 就实在是太舒服了 再加上它这条裤子 又是属于有这种设计感的 就它面料有那个光泽度嘛 那接下来的一套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是这一套里面的 两件单品 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喜欢 它了又百搭 所以它其实整体的 搭配方式很多样 就比如说这件上衣 你在下半身搭什么样的 衣服都可以的 它其实是属于这种中袖的 有一点点带泡泡秀的上衣 反正我自己是属于 大家会发现 我不怎么穿那种泡泡秀的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像那种泡泡秀的话 你很难穿的好看 很难穿的清新 就如果说你不是那种脸很窄 然后头小脸小的人的话 穿泡泡秀都很容易 显得人很壮 所以我真的很少买 但像它的这种 有点微微的弧线的话 就还OK 就它有一点点的 那种浪漫的气息 但它又不是从肩膀这边 就提起来的那种泡泡秀 而且它的整个料子 还挺独特的 就它的料子呢 是有点点那种纸面感的 它有那种纸的一个基底的纹路 但是它又是属于那种 有点薄薄脆脆的一个材质 但好就好 在它穿上身的时候 它也不是属于那种 很硬挺的一个版型 所以不会显得我们胖 那这件上衣 它在穿的时候 其实是下摆有两个这个基带嘛 然后有一个基带呢 你就是穿过它旁边的 这侧面有个洞 然后再去看你自己 想要把它系在前面 还系在后面 就可以自己打个结 我比较喜欢的是系在后面 因为我不喜欢胸前 就有太多的 就元素在哪里 反而会打破整个身上的 比较好的一个比例 而且这件上衣 它有一个隐藏的 设计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大家会发现 就平时有很多衣服嘛 你前面是看着很好看 但它后面 稍微设计的不好的话 就会显得人的背后 显得人驼背 但是这件它就不会 因为它的这件呢 你看它后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剪裁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 跟大家形容的好 我会尽量的 把那个剪裁给拍出来 就它会这边有一个弧线 再加上中间 这里有一个皱褶 所以你平时在穿的时候呢 它是给了你一个 非常大面料的一个空间的 然后平时你这样 站直的时候 这样收回去 显得你的整个背很直很挺 但是呢 就当你想要这样 动过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拿东西啊 或者弯腰的时候 它又给了你一个空间 它的面料会撑开 撑开之后呢 就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在背后的设计 非常的细节 就很贴心的那种类型 而且再加上这件衣服 又属于那种高腰的嘛 反正穿上的时候 你夏天就随便在下半身 搭配一个这种牛仔短裤啊 或者说其他的那种 牛仔裤都OK 就非常好搭配 那这一套另外一件 我非常喜欢单品呢 是我最近买的一条牛仔短裤 是来自一个 我一直都很喜欢的 这种短裤品牌 就牛仔短裤品牌 是叫One Teaspoon 然后这个One Teaspoon呢 我记得它红了挺多年的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它就挺红 它就喜欢出那种 很颓废风的一个短裤的 而且它的裤子呢 都是属于一种超级短的 早期的那种 是会露出你的屁股多的那种 就短到那个程度 虽然那种我就接受不了 但它最近出的这一款 我就很喜欢 就它整个臀部这边的设计 是属于有点那种纸包的感觉的 就它有一个弧线在这边 然后下摆呢 又是卷边的 就卷上来 然后再加上因为有它的这个卷边嘛 就整个裤腿那边会宽一点 就会显得我们的大腿那边特别的细 然后不会有那种 你知道有一些牛仔裤 它如果比较紧绷 然后没有这个卷边的话 它就是紧贴你的大腿的 就是会显得 我们的整个大腿好像就是很胖 然后有时候 你坐下来的时候 它会就是勒得你的大腿 有点胀出来 就会显得特别的尴尬 但这条呢 就是属于它的整个长度很短 就它是属于有点卡当的 就属于那种 可以极致显移的腿长 但是又不会显得你腿粗的类型 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卷边 就屁股后面也包裹的特别好 就很有安全感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走光的问题 那最后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上衣 是来自front road 然后它的整个面料 我非常的喜欢 就它是属于那种很轻薄 然后也是有基底设计的面料 反正我现在在买这种 夏天的衣服的时候吧 我就我不是会很追求 就是怎么说它的剪裁有多么的浮夸 然后或者说很眨眼的那种类型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更多追求的 就是属于舒适又日常 但是又有质感 然后这种面料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你看上面有这种水波纹的皱褶 然后有轻微的一个光泽 而且它非常的轻薄 很凉爽的 就你在夏天穿的时候非常的凉快 而且一点都没有那种 你知道会闷汗的感觉 而且它的整个版型的设计是 下摆这边 你看这里 它是有两个绳子的嘛 我是把它们两个系在一起的 就你打开之后 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宽松的一个衬衫版型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开衫 然后外套来搭 其实我这里把它当上衣 所以我就把它系紧 然后这样系紧在上面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高腰的衣服 如果你里面想去搭配不同颜色的抹胸 玩一个撞色的话也可以 就可以把这个扣子完全解开 然后就这样来搭配 非常的好看 你看它整个垂坠度也很高 所以你穿的时候呢 整个侧面也很薄 整个人也很显瘦 然后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全部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了在下方一键三连或者点赞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